今天請來這位嘉賓 曾宇鴻先生 他今年剛剛七十歲 曾先生是當年1967年的少年繁 當時十幾歲被捕 因為愛國籍 因為我是鄉島放學的學生 這個原罪 變成離學校 都不用五分鐘 有同學被人截著 說我們有些煽動性的標語 我們就不給他手 一路路就團職了五十二的同學 還有一個老師 我們就手繳手說 無理截停我們 無理守我們身 全部拉去九龍城警署 當時他們是用緊急法令 就告我們在公眾地方 在街邊的非法集會 想停點名好像上學一樣 認罪認不認罪 認罪不認罪 他們採取的方法 就是對付司法不公 就是不認罪 不辯護 以及不保釋 這三個是一個很鮮明的表達 我沒有罪 你叫做外國學校的校服 因為外國 這就被拘捕了 就一坐就坐了一年 對 第一天我加入的 叫入冊 幫頒 從今 你沒有名字 你會被叫 One number 還記得那號號嗎 記得 參加二九二四一 一个很浓烈的爱国无罪的理念支撑着我的 有国才有家 我爱我父母 我父母来自中国 我是中国 我爱国家很理所当然 我犯什么罪都没什么后悔 到现在这个moment 我都不会后悔 这些十八二十岁的人 对国家的认识太肤浅了 那为什么香港的年轻人 这么恨 这么恨大陆 没有原因的 心仔没去过 大陆也没去过 不知为什么突然那么爱英国 对 争不走走回事 民主自由在回归前 是英国殖民地统治的香港 民主选举的吗 全部都是西人 就是了 根本没有选择 你明白吗 殖民社会是不让你爱自己国家的 有时候这些黑暴分子 他将自己和反英抗暴的人物去做比较 我自己觉得真是一个 污蔑了 是一个恥辱来的 他们要凭什么地做一个比较呢 若干年之后 现在的青少年 会很有感受的了 对吧 我都说了 我是你的future tense 你是我的past tense 有刑事案底 你在香港 没得理直气壮 不是 别人说人生更精彩 有些人说人生巅峰 我今年七十岁 我到十年前六十岁 退休 学了退休金 是一个普通香港市民 我才开始讲回我以前的历史 是吗 不方便说的 你明白吗 郑先生 我知道护士不是你的志愿 是一个人来的 有时都没什么选择的了 第一份工呢 在小学教英文 小学校长 郑先生 你去教学书注册做小学老师 做了这么多年就没什么了 那两个注册官就这么说 他说 我们查到你是有刑事记录 为什么你不写 我想回答我 我没有犯罪 没人说完 他已经说 你不用解释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 我们告你 你报警 另外一个就是 你帮我走出门口 自己自动取消 申请注册小学老师 不必得选择 其实人生有很多遗憾 很多遗憾 甚至认识女孩也认识不到 一个女孩对我很好 有吃饭、看电影 他说 Peter 见识我爸爸 原来他住在 红磅警察宿舍 他说 他对我 我说 有点不舒服 我今天不见着 原来他爸爸是警察 从那次开始 就逐渐疏离远离 自我退休之后 就是说了我自己 以前的历史 他就给你回来了 原来你就是这样 分开我 你也知道 有了 其实也是不想累他 当然是 无谓